别动 躺好 得把伤口给你缝好 小姐 这就是金大夫 金大夫您好 如果有人愿意 和你白头偕老 愿意和你共度一生 我愿意 他们要是真打起来 这是咱们出走的好机会 他们肯定顾不上我 小姐 对不起 你走不了了 为什么 要不是宣服官 是不是跟那小子私奔了 你为什么出卖我 是他 是他逼我的 小姐 跟那个穷小子有什么好的 住嘴 我倒是有件事 您听了肯定高兴 什么事说说看 我跟他说 我想要你们家祖传的叶明珠 金大夫 你在此这么招摇 不就是为了等我吗 是你 我看他也不是那么信任你吧 只是那你没办法 就索性大放一回 没错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想挑拨离间 恐怕是白费心情 是怕你小子不守信用 回去抢人 我要是没能顺利回去 他是不会放人的 走吧 来人 到 集合部队 五分钟后 向西山墓地出发 是 我要把西山墓地为个水泄不通 什么薛颜松 什么金若良 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怪了 全团出动 去什么坟地 这不神经病吗 你懂个屁 盗墓吗 当然是晚上去了 咱们大帅想要的东西 晚上白天有什么区别啊 管那么多干嘛呀 还不如喝两口呢 你看 说着说着 酒饮 先别说了 你先看着他们 我心里能错错 去去去去 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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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什么事 我肚子疼 想上厕所呀 就你事多 等等啊 造假 出来 走 快走 来 来 伯伯 李小姐 小翠儿 小姐 你一定要原谅我 先别说那么多了 借这个机会咱们快走吧 怎么了 什么机会 听说所有人都去墓地了 好像是盗什么墓啊 那若梁呢 我好像听他们说过 要用小姐威胁金大夫 去盗祖墓 看来我爹是想杀若梁 走 咱们快去 走 这次回来 大家想把一些 决定听到 这次回来 大家好 还有 有关 我 这次回来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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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婷 金太夫 快跑 外面有生病 你要活着 你要活着出去 一定要活着出去 才能 为 我们 保重 好 刚才出来的是谁 截住了吗 报告大帅太快了 不知道是谁 你去饭头盯住了 是 李侍郎 别再打墓地的主意 我会像幽灵一样盯着你的 我看把他炸了吧 炸什么炸 都给我撤 撤 金老 这地上的尸骨是谁啊 是他 是我的美人 时髓 是他 他是这 是他 他 他 是他的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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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他 了 你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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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马上就会崩洞踏坊 你们赶紧走 走 赶紧走 快 变上 快 快走 师父 你们走吧 不要管我 再不走你们就出不去了 你们走 快走 师父 神归神 神归神 你们走吧 别管我了 快走 师父 师父 快 快出来呀 师父 快快快 快走 快快 加油 快走 我要和我的美日 在一起 再说 家里 师父 师父 你 ハ 帅哥 帅哥 我 我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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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为了 跟我 帅哥 师父 这是你的专业 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你对这个珠子到底有什么看法 是这样的 这种国宝难得一见 跟其他的夜明珠相比较 除了外形一样以外 其光泽根本就不妥 所以呢 还需要我们回去 做进一步具体的研究和鉴定 真是没有想到 为了一枚夜明珠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 说白了就是一个贪子 人类都有好奇之心 但是每个人 对于好奇的做法却不同 有些人只是知道而已 而有些人则想占为己有 想自私的个人享受 当他们打不到自己欲望的时候 他们就会采取各种 卑鄙无耻的 卑鄙无耻的 见不得人的手段 得到他 我们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阻止他们 不能让他们得逞 要真是那样的话 团局您就要失业了 失业就好了 不瞒你说小伙子 我还真想失业 如果世界上 再也没有犯罪了 你说小伙子 我还需要再当警察吗 要是真能那样的话 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失业 这我你 你以为躲到这儿就没事了 你就饶了我吧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单位 单位去不了 钱又没有 我现在 已经是生不如死了 这次我来找你 不是跟你算账 三哥大人有大量 放密码 真的 当然 三哥让你办件事 事成之后 之前的事一笔勾销 谢谢兄弟 谢谢兄弟 谢谢三哥 霍队 一会儿啊 咱们派人去那边看看 好 前面 了 咱们派人 突然 上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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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安排一下 整个大楼都要拨空 好 楼当和各个死角都要有人把守 好 快去吧 叛军 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先回队里 咱们电话联系 好 我马上回去 谢总 电话 好 喂 喂 喂 谢先生 货我们已经收到了 谢谢 那人呢 我们向来想信 他大概快到家了 再次感谢您和警方 与我们的密切配合 咱们下回有机见 喂 喂 旅队 旅队 我们在门外发现一个人 好像是谢沐尘 我马上出去 爸 伯父 你怎么样 说话呀 伯父 您没事吧 谢总 我们还是先进屋吧 好 什么 谢沐尘被绑匪放了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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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好好好 谢谢啊 怎么样 人救出了没有 好 是帮委放回来的 那 布控人员没看见 在我们的范围外 嗯 对了 另外 他们说 谢谢警察的配合 喂 喂 潘局 我是潘世伯 我是监控骑车站的小刘 那钱还在柜子里吗 潘局 柜子没人动过 打开柜子 看钱师傅还在 有什么情况 立即向我汇报 小姐 是 我们是警察 我们想看一下十号几村柜 哦 去吧 潘局 钱不见了 检查录下 调查保管员 好 好 潘局 你来了 好 里面请 医生 怎么样 我现在能问他几个问题吗 现在不行 病人受到了惊吓 甚至有些不清需要休息 我认为他必须休息二十四小时 那有没有生命危险 没有 除了被打伤的伤痕 血压有点高以外 其他一切正常 医生 那就辛苦你了 好 潘局 好 我去一下 我去忙去吧 您出来一下吧 潘局 经过调查 那柜子确实有问题 前两天 有人来修理过柜子 储物箱的底下是活的 从底一打开后 上面的东西 能够掉到下面的储物箱里去 而它和对面的储物箱 又是通的 所以这些 肯定是从对面去走的 这样 把箱库向哪来 到区里分析一下 好 潘局 你好 情况我都知道了 这样 我们先回去了 你放心 我会派人保护你 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 潘局 太谢谢你们了 大家都很辛苦 我也很过也不去 您就别客气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 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我现在走了 谢谢 再见 再见 检查好了 别拉下什么东西 好 所有人也vem 都没有找到 都没有找到 没有 有什么找到 这是爱的 公门 要是一个女人 你都没找到 三千日用兵一时 走吧 好 你好 怎么又是你啊 这么晚了来干吗 我就看看 我马上就走 他正在休息 不能被吵醒的 我保证不会把他吵醒 就一会儿 就一会儿 好 那你可得快点 让主任知道了 我是要被扣钱的 是是是 医院要是扣你的钱 我给你补上 那倒不用 你快点吧 谢谢 谢谢啊 疼 疼 疼 菲菲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我腰疼 疼 腰 你又感觉了 水 水 好 你等会儿啊 来 起来 慢点 先 岳元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等了多久 三点了 我刚到 你也刚醒 医生给我打了麻药 说要十几个小时才能醒 我是不是醒早了 算算 时间差不多吧 你刚才说 你腰挡是真的 两年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他 皇天不负有心人的 我说什么来着 只要咱坚持 医生说 站起来需要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时间过长了 就危险了 别说泄气话 说不准 过两天你就能站起来了 但愿有奇迹出现吧 不管是奇迹也好 神迹也好 只要你能站起来 那就是我最最希望的 也是萧杰希望的 叶君 手术费到底多少钱啊 我看见了几个外国医生 可能是专家吧 跟我说实话好吗 花不了多少 这点钱我还是能负担的 再者说了 你们帆船队队员 还都捐款了呢 帆船队 行了行了 别考虑这事 只要你好好的在这养病 早日康复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没想到帆船队的人 还记得我 行了行了 不说这个了 明天 不 今天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 想想 今天 你想想 我都给忘了 是我的生日 谢谢 严君 天亮你能来吗 有空 不 没空我也得来 放心吧 对了 你的生日礼物我早准备好了 不过天亮你才能拿到 是什么呀 能先告诉我吗 那不能先告诉你 你现在必须得先睡好觉 一觉醒来 你就能见到 你最想见的礼物了 我最想见的是你 你看你 不是说不要你叫醒他吗 怎么又叫醒他呀 不是的 护士 是我自己醒的 不关他的事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休息 先生你还是走吧 配合我的工作 是是是 我马上就走啊 菲菲 我先走了 嗯 嗯 嗯 走了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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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样 今天我有急事 来不了了 麻烦你帮我办一件事 帮我把这件礼物 转交给接班的护士 等十五号房的病人醒了 就把这个交给他 好吗 好吧 没问题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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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张支票 够你花上一辈子的了 谢谢三哥 谢谢三哥 张管长 三哥我也很无奈啊 为了大家的安全 趁着警察还没有通缉你 你就赶紧地离开这儿吧 谢谢三哥 谢谢三哥了 谢谢 谢谢了 小冬 送张管长上路 三哥 您太客气了 谢谢 谢谢 师弟怎么办 埋了吧 入土为安 还没呀 我们还不知 我们还不得会 还是还及 探索的 这是 我能不及 我能不及 我能不能把 这儿的 哪儿的 起床啊 谁啊 潘局 潘局 看看啊 都困成啥样了 潘局 有什么新情况 刚才海关来电话 说在他们检查的时候 发现了被盗的三尊佛像 那是伙人找到了吗 是一个太极华人叫施建龙 当地派出所已去抓捕了 对了 你带人去协助抓捕 要是抓到了 赶快突出 好 是 去吧 潘局 那我们怎么办 睡觉呗 对对对 送给 送给 稍息 立正 还剩什么 瞧你们一个个都困成什么样了 海装不累 我告诉你 以后有你累的时候 听着 带领大家赶快睡觉 听话 是 别胡闹啊 抓紧时间 赶快睡觉 快 看什么看啊 来睡一觉 睡觉 我们是警察 快睡觉 你们是警察 我现在讨厌 我自己的工具 去给你 我已经然了 都要去 怎么可能 何气 我 我 是啊 4 好 好 什么 坐吧 凡事要多考虑啊 淑姨睡着了吗 她刚吃了安明药 已经睡着了 电话卡换好了吗 电话卡我早就换了 淑姨可是咱们手里 很重要的一张牌啊 你要稳住她 我先去 行 爸 你放心吧 爸 你随后走 也一定要小心啊 还有 那蜜蜂盒 不会有问题吧 没问题 我用自己亲自造的药水 泡着呢 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解它的毒 但是也不至于中毒 我总是担心老三哪 怕他会把事情搞砸 把馅儿露出来 应该没问题吧 爸 你放心 如果有事儿 到了那个时候 咱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说 方向哪儿来的 我现在是泰国人 根据泰国的法律 你现在是在中国 你在我们中国犯了法 就应该用我们的法律制裁你 根据国际公约 我 我们会尊重国际公约 不用你提醒 你现在已经犯了我们的法律 你知道吗 我犯什么法了 你还明知顾问 好 那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因涉嫌盗窃 和非法私运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还有 非法卖淫嫖娼被刑事拘留 在拘留期间你必须说清楚 不然就从严处理你 嫖娼 嫖娼在我们国家根本不算什么 只是在中国 石剑龙 你别忘了 你也曾经是中国人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 我们将根据现有的证据起诉你 以你的恶意顽抗 可能会罪嫁一等 说 你是怎么偷的佛像 那佛像不是我偷的 是我买的 从哪儿买的 网上联系的 根本不认识 交易的时候还蒙着面 我也不知道是谁 那他们也总得有个名字什么的吧 我只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大胆的 交易地点在哪 在北郊的一个废弃工厂里 对了 我听大胆说有一个叫什么大城的 什么大城在武董店里折腾武董 行吧 给他看一下 让他献个字 嗯 Testament 章 �宮 袁 Jesus 你 别 霍队 雨亮 这么晚了 怎么 怎么还没走啊 不回去睡觉啊 脑子里一大堆事 在家睡不着 干脆我就来这儿 办事也方便 你是典型的工作狂 这回我算知道了 你小子不也是没睡觉吗 我告诉你 真正的工作狂是攀局 攀局也没睡 要说工作狂 他也真算一个 对了 我这儿有点事 你帮我看一下 继续 就是他 只有他有拿钱的机会 可惜他把头缩着 显然是作贼心虚 一肯定是怕人认出来 这二呢 显然是对监视器的位置 了如指掌 是啊 你看这两个人也是 一直在躲监视器 帽子压得很低 无法看清脸 我 太狡猾了 显然是我的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还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